使用者還原設定 當我們在 系統建置完成的時候 系統預設是有做還原的 所以學生 只要重新開機之後 資料都會被清掉 那我們要怎麼做改變呢 首先 你用學生身份是沒有辦法 去做這個全線做更動 所以你必須先登出 改由老師的身份 進入 有管理權限的身份進入 輸入你的密碼 輸入老師的密碼 進去之後 請你在系統 系統工具裡面 在偏好設定這裡有一個使用者還原設定這一個 使用者還原設定這一個 請輸入 密碼 輸入密碼之後你請你選擇解除 開機自動還原設定 好這時候你會看到我們三次保護的 學生的帳號 確定把解除掉 好把解除掉之後呢 那你就回到學生的身份 去做一些改變 輸入學生的密碼 登入 好假設這個資料假設 我不想給學生的 我把它刪掉 那我桌面背景我要換掉或者是說我的首頁 你想換成 你們學校的首頁 好那你就做一些設定改變 都OK 把垃圾桶清空 好像我們首頁是這個 新北醫學院這一個 那我不想這一個呢 那我想 射成 我把它射成 新北市政府的首頁 教育局的首頁 那我一樣去改變編輯 篇號設定 這裡首頁設定 目前的 頁面 那我就把它射成新北市 然後你確定一下首頁是不是在新北市 教育局 是 好就表示你 對學生機已經設定好了 那我們現在再把它保護起來 那一樣 請你登出 回到老師身份 回到老師身份 輸入 老師的密碼 一樣請你再把它保護起來 在系統工具 偏好設定裡面 有一個 使用者 還原設定這一個 輸入密碼 選擇 選擇 設定 開機時 自動還原 選擇學生身份 確定 這時候系統自動會幫你把學生的 資料夾把它保護起來 複製一份起來 好這時候他幫你備份完了 好我們進行重開機 我們要不要這樣 請你 坐下 咳 剛才 不要這麼久嗎? 好 進來以後你會發現 現在剛才那個資料夾是被清掉的 那學生在桌面上假設在新增資料夾 我們把它叫123 學生資料存在上面 或者他去改首頁 你看首頁現在是教育局 或者他去改我們的桌面背景 甚至是選單 假設他去改我們桌面背景 好 首頁這邊黏得比較慢 我就不做改變了 就先把瀏覽器關掉 好 他把桌面背景桌面資料夾蓋了 那我們學生進行關機或者重新開機 我們來看看資料有沒有 恢復成我們預設的狀況 目前是用虛擬機在測試 所以速度上會稍微慢一點點 好 你會發現說 當我重開機的時候 剛才這資料夾不見了 然後桌面也換回來了 好 這個就是開機還原的功能 使用者資料還原的功能 記得學生身份是不能做事的 不能做這個設定的 要切換成老師身份 先把它解掉 做好設定完之後 你再回 解掉之後回到學生的身份 再把學生的環境設定好之後 再請你回到老師的身份去做 把它做設定保護起來 好 做法就是這樣